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马上实习了嘛 我们都是学美术的 兼职去教小学生画画 简笔画 总行吧 我有一次 我说你帮我去一届课 跟那个辅导班老师也说清楚 辅导班老师也说可以 然后呢 大课是过了不到15分钟 辅导班老师给我打电话 就把我辞退了 就不用了 咋了 这些课当时出了点状况 当时有个孩子吧 就特别淘气 就是不画画 要干嘛不干嘛 放学了吧 他家长过来接了 然后我跟他的家长也沟通一下 我说就这样 我还领走了 那最后那个兼职那个老师吧 可以打电话 说不行了 我女朋友吧 她总是爱那个推推桑桑的 没事碰一下她 这件事我跟她说好几次了 但也不改 然后就有一次走路吧 啪一下给我推倒了 这时候当时手里拿了个手机 我说手机正好也掉地下了 这时候还不服我 还继续推我 我当时这手机也在 我是故意要把你手机扔地上的吗 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但你确实过来推了一下嘛 然后这手机在地上旋转了半圈 当时说话吧 有点着急了吧 我说手机手机 然后她就发现了 然后拿起来看 这脚已经粉碎了 她喜欢那个敲打敲打你 是吧 对 像一个特殊的关爱吧 你一看说得挺好吗 不是挺好吗 对 她就这种态度 就是我 不是那你希望她是怎样的呢 就不管我多生气 她就这个表情 就这个态度 而且她说到最后 永远都是我不对 怎么就哭了呢 孩子 她就总能找到这些理由 然后最后就是 全部都是我的问题 全部都怪我 然后我其实也是问 我们俩好吗 然后她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她觉得她自己一点错都没有 你看多好啊 我真的没觉得多好 特委屈 而且还说不出来 她总是特别有理由 而且她就这副表情 这样所有人都觉得她没错 错的全部都是在我 就总是我欺负她 或者怎么着 如果我真的对得特别不好 经常欺负她 她根本就不可能 跟我再次这么长时间吧 那有些人就是喜欢被人欺负 你知道吗 越欺负越开心你知道吧 你看她说话 特别有脾气 特别有思维一个人 没有脾气 我跟你也不敢有脾气 你看就是这样 我承认错 我也先把我自己过点 承认出来吧 我再哄你吧 自己哄你吧 然后就是不改 给你哄我开心的吧 我也改呀 你从来都没改过 就为这些事是吧 对 就是这些小事 就堆到了一起 经常发生 总是发生 所以你在对她的感受是什么 看见她就特别心累 分哪 但是总是心软 都不知道怎么办 她好在哪呢 她平时脾气确实是挺好的 不是那你刚才说的脾气不好 她到底是脾气好还是不好 就是正常的时候 是在我们俩不生气的时候 脾气好 对 还有呢 没了 来不来了 就没了是吧 行 你女朋友分析一下 你也客观评价一下 女朋友挺好 这毕竟三年多也有感情 当时也是她追我的吧 当时对她也确实没什么感觉吧 但最后还是喜欢上她了 人家小姑娘还真是不错 是这么评价的 她也没事 对我比较关心吧 啥事都能想着我点吧 我也能想着她吧 就对你好已经是习惯了 然后我稍微有一点点脾气的话 你就会觉得我脾气不好 或者怎么着怎么着的 别闹了 听明白了 分手不 你想分不 不想 毕竟有感情 服从管教不 一直服从 那为啥管教你的管教那么累呢 你那么服从 我也不知道为啥这么累 因为你态度我一直都是好的 那我还能对你坏态度吗 你看就这种态度 但是呢 根本就不改 什么都不听 我说一千遍一万遍有用吗 根本就没有用 我再问一个问题 我这种表情我也没法控制 最后一个问题啊 你觉得你们这些事 有对错之分吗 我觉得有 肯定一定是有的 我觉得什么事都肯定有对有错 你觉得凡事都有对错吗 不一定 不一定 你觉得两个人谈恋爱之间 对错那么重要吗 一点也不重要 只要你生气了 我也是第一时间哄你 对 你永远都是这种态度 你就所有人面前 你全都是这个态度 好好好 不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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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让老师帮你们分析吧 来 我们一起进入 邱笔合文件 我送你两个词 矫情而且敏感 咱就说 这些温暖男爱确实 complemen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